大家好 一般菊花都是一条芽开一朵花 那么这个芽长得越多 开花就越多 那么我们又如何保证菊花能够长更多的芽出来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适当的打顶 我们给菊花打顶一定要看好时机 不能给它长得过高再打顶 大家看像我这一颗的话 一般这一条芽上来 大概有10到10厘米就可以给它打顶了 保留10厘米左右 像这种粗芽撞芽 我们直接将顶端这里给它打掉 这样的话它就会长一些分枝出来 那么分枝越多 它开花就越多 大家看一下像这一条枝条 原来就是做了一次打顶 它从这里长了一条分枝 这里又长了一条分枝 上来就是两朵花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就能保证它开花花一倍 有了好的修剪方法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给它补充足够的能量 尤其是在开花期 那么在花期 我们可以多用一些这种增根状化型的有机营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营养液保证菊花的根系发达 同时又可以促进它花芽分化 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根系发达开花多 不然的话哪怕是开花出来品质也会差 我们用这种增根状化型的有机营养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大概可以3天给它浇灌一次 因为菊花它是比较吸水的 如果说太过于干会影响到它的生长 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土壤长期湿润 所以我们3天4天给它浇一次水 完全是没有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要给它晒足太阳 太阳不足开出来的话品质也会差 因为菊花它是比较耐晒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